停 停 小琪 你怎么了 又出错了 对不起 我走神了 那么我们再来一遍 来什么一遍 这都多少遍呢 走什么神 排练呢这是 要不先这样吧 大伙休息会儿 怎么 什么 谈恋爱了 他还没答应我呢 还没答应呢 就使劲追啊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使劲 你没那么笨吧 我 我这方面是挺笨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讨女孩子开心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吧 她特别漂亮 还特别有才 她是个编剧 她编剧有才 你唱歌有才 想当年 我老婆她可是个大美人啊 追她的人可是一卡车一卡车的排队 你关书我就是用这招 把她给拿下子 我知道了 哪里 你给我寻找 你怎么还要 问你 知道了吧 学着点 走 继续排练去 走 来 老秦 我们来教小琪 怎么最有才有茂的小美女 哦 杀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关莎莎 我爱你 漂亮的莎莎 我爱的莎莎 你让我快乐 让我幸福 你知不知道多么爱你 我会永远这样的爱你 我爱的傻傻 漂亮的傻傻 唱得这么难听 林达 来啦 走 为了您的事啊 我可是跑戏了腿磨破了嘴 求爷爷告奶奶 好歹给你们跑出了个结果 那现在怎么说 公司上层已经表态了 只要你们和市主之间 把问题处理好 上面就不追究了 车你们召开 去酒公司参加几次学习 这事就算结了 这 那这 这不等于白说吗 你听我爸爸说完 你说 那家伙还真不是东西 我要不是为了你们哪 我才不受他那气呢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完了吧 嗯 做得好 不是 我怎么让你给带跑呢 要不是你动手打了人家 是吧 我至于受那气嘛 我推扫了啊 我那是 你别说这没用了 说要赔多少钱了吗 三万 三 三万 你饶了我吧 我能帮你收到这个三十万 三十万 这不开玩笑吗 就差给人家下跪了 要人命啊 上哪能弄多钱去啊 那是你的事啊 找朋友借 找亲戚借 我也说我帮你们也只能帮到这儿了 差个万二八千的 我再帮你去凑凑 是吧 剩下的 那我也不是孙悟空 喂 这 这钱真弄不来 领导 我们家都是穷亲戚 这样吧 你把我们两个人啊 开除了 我们两个人今天晚上就跑路 你那大恩大德 这一辈子不能放 等等等等 文叔 好歹你们也在公司吃了几年的饭 你要不能把烂摊子丢给公司 你们跑了公司报案 我可拦不住 那可不就是赔钱的事呢 明白吗 三十万是吧 对 叔 咱俩抢银行去吧 对 我们抢银行去 那是钱多 明天就把钱给的 您放心 在我们俩枪毙之前 这骷髅肯定补上 抢银行 你们回来 抢什么银行你们 这俩是不是疯了这俩 看那黄世人那孙悟空 抢银行 我们傻呀 抢银行犯法 谁不知道 他让我去抢我都不抢 钱怎么办 要不然咱买彩票去吧 我听广播说 人家花两块钱 就能中五百万 你有的命啊 你还嫁给我 那要不然咱们把咱家里 那积蓄的一半都买彩票 肯定能中上 都这时候了 你就别跟我扯这没用了吧 我去借了 我去借了 管谁借呀 管人借呀 还能管鬼借呀 双儿 你干吗 没事 哎 彪哥 你出车吗 出车啊 那你稍微一段呗 你车呢 我车够了 回来啊你 走 妈 走 去吧 我的活动中 你回来 你听妈说 听妈说 快去啊 你那儿等着呢 快 快走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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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妈 这不真不是我真话吗 哎呦 走吧 我的活祖宗 走吧 快走 哎 婶儿 您打 快住了 我闯了一眼 不会 哎呀 您打客 我们进去吧 不要这么累 你今天路线 你管了 我再要吃完 我再要吃完 我再要吃到 我再要吃完 我再要吃完 你快吃完 你又不吃完 你那儿说 你也要吃完 我又是有一点 你是小伙子 你就是鼓球 很快急了 登入省事儿了 我够省心了 京东商场新预计 JD当中 你这是我的亲人吗 我给你我爸 我同意了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不想让任何事 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心机 苏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没有你 我也不能没有你 爸 爸 明达 这么快就完事了 您别比我了 这是我做的 明达 我跟你说啊 今儿你要不把事办了 往后你就别叫我忙 明达 请进 是 苏浩 大伙来了 瞧你眼太大了 怎么又一夜没睡 家里出事了 没什么事 你说什么大伙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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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弱势群体 不是你的风格 你是无力不起早的奸商 到底想说什么 什么都忙不过你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这个她老婆 是老董事长的钱欣 这个老公呢 是入赘的女婿 豪门恩怨又有水 我不记 你找别人接吧 她出钱你声商正义 所谓成全的我讨厌的你 这么好的事 你可千万不要推辞赵大律师 我最近没什么兴趣 接离婚的官司 不过要是你离婚 我可以接 人家指明到姓要找你 赵大律师你好好考虑考虑 人家现在就在办公室呢 你好 我是赵律师 你想要什么 这桩婚姻中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 我就能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要真相 什么真相 我婚姻的真相 有些真相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跟他是大学同学 从恋爱到结婚 我一路都走得很顺利 上个月我父亲去世 他接了班 我准备要个孩子 可他却提出离婚 从这份股份构成上来看 其他的股东占的是百分之四十七 您占百分之三十三 您先生占百分之二十 如果我是你 我就说服其他股东 这样你就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了 我跟他结婚十年 我今年三十岁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才十六岁 他也才十九岁 你这些数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你说的这些数字对我来说也没有 那你来干嘛的 我不知道 这里是律师事务所 我们不能挽救婚姻 但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降低你在失败的婚姻中 带来的损失 损失 我知道 除了经济上 爱情 青春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你与其天天哭 不如有尊严的 拿回你赢得的东西 尊严 当一段婚姻没有爱情的时候 尊严 就是一个女人唯一可以威胁的 你会帮我吗 那你会帮我吗 这是我的工作 谢谢 阿玉 我戏这么赶你请了两天假你看阿玉急死我了 实在不好意思 导演 这场戏我觉得有些词不太生活稍微感动一下 是 我觉得这个戏特别重要 咱们看一看吧 好吗 好 一会对词的时候具体怎么改再试看 情感戏可得用心了 好好好 好 不好意思 来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阿玉 是我 那儿啊 我在影片场呢 导演 导演下场看对 在这儿 这儿 你前方 树后面 好好好 我马上 太黑了 好的 导演 你会不会偷偷来呢 我偷偷一趟 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了 哎呦 咱们这抢时间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吧 好吧 赶紧回来啊 好好好 先别拍了 别拍 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也不过来了 那有什么事你叫我 好 来好 来 我看看 刀牙 刀牙 我还没拍呢 饭就到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阿玉 我特别想你 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去那边说行 嗯 这儿这么危险你也赶不来啊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为了去法国的事现在正在敢进度呢 我是真的很想你 而且 我有 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你讲 好吧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我去把这张戏拍完了 好 冠莎莎来了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我的工作又不是时时刻刻帮你挡住你的前妻 她来干嘛 我怎么知道 她就说有重要的事 谁知道有什么要问她的 不管她做什么招 你的任务就是稳住她 现在片场的外围都是勾在队 我不说你也明白 我知道 关键是 我现在怎么稳得住她呀 你逗我玩的吧 这么口一瓶水 你让我怎么稳住她呀 我都吐血了 我都吐血了 加油吧 这么快呀 喝点水 这不是你在这儿呢吧 我哪能让你久等了呀 是吧 阿玉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我们的孩子 没了 没了 阿玉 你千万别生我气 我对不起你 可我也不是有意的呀 那天 我就找那个护照 我就在那凳子上 突然间凳子倒了 我就摔倒了 结果 孩子就没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孩子没了以后还可以要 关键是 你身体最重重 那我们还能不能去法国啊 去 当然去了 你是男孩子事儿试探我的吧 当然不是了 你知道 我从来都不撒谎的 好吧 正好 你不来找我 我也要去找你了 有惊喜 惊喜 什么呀 机票 明天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明天 明天 我就是不希望你准备那么多东西啊 我想让 让这次旅行更纯粹一点啊 啊 好 好 好 嗯 那 你回去会会儿休息 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咱们一起出发 好 嗯 好嘴 你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你附近的狗仔比较多 别让人看着你 谁认识我呀 我又没有你红啊 你红 你红 你最红了 那 把这个带上 至于吗 带上 那我走了 亲一个 亲一个吗 你妈 走了 快 明天见 明天见 来 继续试试试准备了啊 抓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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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抓换了 是开刀了 快点 快点 大家快点了 抓捡 直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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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来了 行了 我们等你好久了 这五万块钱的 是我那嫂媳妇中边买的 把他都用 你先不买 你把我也买了屁 你先拿着啊 我给你出发力 这钱我不拿 我这不理不着 我告诉你 你都拿着 我都告诉你 不用着急还 来 兄弟呢 我三个 你拿着用 你不是你们俩也挺不容易的 改名的 翔子 这钱你就不用还 不知我少我就不用还了 我又不能跟你们俩比 我家上有老 下有想 我那媳妇又没工作啊 你这过来 钱多钱少 我心里都记了 这钱啊 我早晚帮你去 小子 你啥都不跟你说 记住了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卡 是呀 走 咱们拉活去 走 哥 我这也没吃饭 好好好 行 那你吃饭 我们拉活去 走 好 来 来 好好好 到边吃 走 这套房产你知道吗 这套房子是你老公在两千年时购买的 两千年 那是我们刚刚结婚的那一年 跨越千年的婚礼 她给我戴上结婚戒指的时候 十二点钟的钟声刚刚敲响 两千零二年 她将这套房子 转赠给一个叫王思琪的人 王思琪 王思琪是一位女性 我知道 她是我们大学共同的同学 而且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接下来的证据你还想听吗 还是 你想直接听我的辩护方案 说吧 从两千零二年开始 你丈夫转赠给王思琪的财务总估值 超过五千万 赵律师 请不要再说你丈夫这三个字 说名字吧 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除了实务的转赠之外 我们还从你们夫妻共有的 在银行账户的支出名细中查到 你账户 对不起 李洋 她每年都会和王思琪 出国旅游各地超过三个月 她每天都很忙 不是在这个国家 就是在那个国家 一天到晚满世界匪人 我一年见她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天 我还常常觉得愧疚 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义务 没有照顾好她 原来 她有人照顾 从我们现在掌控的证据来看 王思琪 她必须退还所有未经理的允许 被赠予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也就是说 李洋可能会惊身出户 至于打不打这个国子 只要由你来做决定 我和王思琪 她一开始到底爱的是谁 谁才是第三者 你们的感情纠葛 我没有办法把你理解 但是从法律上来看 她是 赵老师你知道吗 小时候 我家里很穷 穷人都以为 有了钱就能变得幸福 三十年前 无论风吹雨打 我爸爸 都骑着一辆叮当叮当响的 破自行车 走着串巷的时候就轮胎 每天晚上 点灯熬夜补轮胎 我跟他说 爸 您歇歇吧 我父亲说 我不累 我要让我的小公主 将来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为了人让她的小公主 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成就了现在的抗卫集团 代价就是患了肝癌 而她的小公主 我 我 因为家财万贯 成为了别人 走向幸福的工具 我爸走的 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 就没有了 十人几年 你 你们骗得我不辛苦吧 谢谢 婚姻 有时候让女人 轮落成工具 只是每个工具 有不同的功能吧 对不起 我去洗手间 告诉我 这种人就是你平时最看不起的 你平常怎么说他们来的 你平常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伺候不了自己男人 又养活不了爱他 我都不记得说你 帮我打赢这场官司 好 我会提供所有的证据 我告他逃税 会 告他诈骗 如果你有需要 我会帮你联络 刑事诉讼方面的律师 谢谢 事后我会给你额外的报酬 不需要 我只做我该做的 拿我该拿的 那我们谈一谈 我们下一个方案 你有多少钱钱啊 干什么 这间股票我不懂 我也不玩的 我撞了一毫桌 要么赔钱 要么坐牢 什么车呀 这么严重 不是车的问题 是这人的问题 那车主不依不饶的 事太多了我跟你讲 其实就是一个亲亲的寡碰 结果什么务工费 亲身损失费 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 一笔巨款 我跟翔子现在简直就疯了 疯了你知道吗 钱吧 我倒是有一些 不过都被我妈 套到那股票里去了 你着不着急用啊 要不然我跟我妈说一下 让她把那股票给出了 别别别 那你就亏大发了 我再想办法吧 我这儿有一两万 我其实我 我这儿身上也就几万块钱闲钱 你知道我最近有笔开销 我要去法国的 这样吧 我给你五万 那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啊 这解决不少问题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什么啊 老同学了 你跟老曹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的那招 有用吧 我要离婚了 狼来了 大灰狼来了 对吧 我真的要离婚了 为什么呀 不会吧 反正这事我已经想清楚了 不过在没离婚之前呢 我有一件事情 还没有弄明白 我知道 你呢 无非是想搞明白 老曹到底有没有爱过你 离婚的女人 都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是不会问的 因为问出来答案也是假的 我不会纠结这种事情 没有意义 那 那你想问什么 钱 你又不是那种人 爱情你又不问 我就想知道 在这段婚姻里 我有没有对不起曹根达 这事你还要问别人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 被那八二代 不来的爱情 冲坤头了呀 我是被酒精冲坤了头 酒后乱性 不可能 咱们班长是律师 理性的人 他怎么能干出这事啊 你别瞎说了 也是 有可能 也有发生过 但也有可能没有发生过 就是啊 你出糊涂了的 你可是我们的标杆啊 对啊 我们都得向你学习的 你真是不道德的 你是已婚妇女 你得搞清楚 那你不是要去法国吗 是啊 我把我们家钥匙给你吧 本节目马上要去法国了 如果你不想跟曹明达见面的话 你就先暂时住我家喽 谢谢你啊 你还真要去法国呀 我跟班长可是替你分析过了 你这次法国四日游 有可能是法国四日打拍游哦 他不只要带你打掉孩子 还要带你去法国 杀人了 凶多吉少 你瞅瞅瞅瞅你们这些女人 你们就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 我告诉你 我今天见到段宇了 我也告诉他我的孩子没了 跟你才这么说 我们的法国之心 照旧 根本就没变 我觉得他这次是对我真心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到法国一定要好好表现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再告诉他我孩子的真相 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 幸福美满 行吧 既然你这么天真的 做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梦 我们只能祝福你了 是真的 反正到时到点 我给你打电话 如果你不接完失踪 超过十二个小时的话 我去联系国际刑警 你们俩的女人怎么这样啊 一点都不支持我 你都是韦妮好 好了好了 别偏了 我还得想办法去借钱呢 今天这会议啊 就到了结束了 那个结束之前 我给你们做一下总监 首先先感谢二位姐妈 拔刀相遵 慷慨解疗 帮我渡过难关 真心感谢 夏依斯 你 到了法国 记得跟我们打电话 我们两个在祖国 等待你的消息 记得家乡还有人民关心你呢 知道了 还有你 回去好好反思一下 到底有没有做那个出轨的事 你 你是个律师 你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个 已婚妇女的这个严重性啊 行 说说对吧 走 那个 谁送回一下啊 我不顺路 没话 明明咱们住一块儿 怎么又不顺路了呢 好好好 好好好 一起走吧 就这儿 快快快 这个 赵大律师月 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张燕芳的事情之后 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们呢 我们之间的事情 还没完呢 我们之间 按照你的说法 我们之间连朋友都算不上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啊 别跑了 我说的是认真的 这个世界最难就是认真二字 你没事吧 这件事情的答案对我来说很重要 请你认真地回答我 好了 问吧 那天晚上 在这个房间 我们 我们到底 你有没有 没有 你确定 听清楚了 没有 没有 你这样的人我倒真是第一次见到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来问我的 如果你觉得没有对你比较有力 你大可以当他是没有 你觉得有对你比较有力 你也可以当他是有 反正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交集 何必搞得那么认真呢 人在做 天在看 求心安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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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t 看 走 好 张律师 您的委托人康女士来了 请她进来 好的 那些材料还里不里 您先去理 好 拜拜 好吃 天哪 你好 请坐 他撤诉了 他撤诉 那你就起诉 这次你是远高 他是被告 我不告了 什么意思啊 这婚 我不离了 你是不是把我的证据给他看了 他是不是跟你说好话 这个时候你不能软弱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要回心转意吧 他一开始就没有真的爱过我 所以回不回心转不转意 有什么区别 现在主动权在你手上 你明明可以让他一无所有 你明明可以让他 对你这么多年的欺骗付出代价 就算他一无所有了 可我又有什么呢 那我不是更一无所有了 你觉得我没出息也好 没骨气也罢 我 就是离不开的 我恨他 但是我一想到 这个人以后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受不了 我 所以你就不管他有没有欺骗你 他不爱你 这样的婚姻 有意义吗 那么多白头到老的夫妻 我就不相信 他们都能从一开始爱到最后 还不是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 跟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而这是原因 往往比那些所谓的爱情 更可靠 谢谢你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这是由我一点心理 请你收下 等会儿 我说过 我只会拿我该拿的 这钱我不能收 如果有一天 你有困难了 来找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你 赵律师 我们都有软弱的一面 没事 要坚强 一定要坚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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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可倒霉了 我看小三不就一乐阵了 这小三 让大老婆背着熬了 鸡飞狗跳的 我错了 不敢 你老婆根本就不爱你 他爱的是我 你怎么老婆是我 你又圆了 当然是你演圆了 你演着可好了 你看 是 圆的是挺好 大家再来点 Princess 你别不要 我看小三 走 走 我自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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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亲 走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